音樂影片 我們使用音賴大概差不多一年多左右 那主要是解決我們排隊跟定位的一些問題 那因為排隊的時候 其實有的時候 我們會需要花很多的人力去抽客人回來 因為我們的排隊方式是不是抽號碼來的 我們就是直接留客人的電話 然後必須要回扣客人請客人回來 那我覺得應賴在這個部分有幫助非常多 因為在之前的話大概至少假日的話 會需要最少要兩個代位的人員在底下 那個速度才會夠快 自從是用了應賴之後 其實這樣子就是能做誰一個人 因為它可以讓我們同時就是一鍵 我就按完它就會直接用簡訊發送 請客人回來或是扣客回來 那我可以同時就是去跟客人講話或是做登記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是幫助的最大 那再來第二個是 它其實可以把所有的客人的資訊都留下來 那以前如果是紙本的話 我們不可能再去把紙本上面的資料去 吸引在我的電腦裡面 因為在餐廳工作就已經非常忙了 那可是因為現在用另外的系統 其實只要是登記過的客人 或是有曾經來排隊過的客人 在PAD上面都一定會有記錄 那而且我們也會很容易就是去跟客人去做 就是顧客關係的建立 FB的那個就是自動回復系統 會讓客人就是感覺好像不是在這個奇奇說話 就等於說它有一些自動回復的功能 那客人好像會覺得是在跟小便講話 那但是它其實同時又完成了一個就是 感覺比較有溫度的定位 所以我覺得這個系統其實對食的餐廳來講 什麼的呢 我們現在看起來 這個系統是要好的 我會期待 我的確是要有座場 înt駕鑼人的 我們已經在一起吃 也請약到 我們吃 我們在一起吃 我們吃